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吓得实实的就嫁了 我心里还怕呢 是 贵妃娘娘的好意 我必定眼儿会如知道 那就早去早回吧 回习主子 奴婢想求主子个恩典 奴婢想如果能让奴婢在外面过几天 那奴婢将感激不尽 何必呢 你回家看看是对的 看过了家里还是回来吧 是 贵妃娘娘 您哪位 我是傅茶家的敦儿 是来看慧如的 就是你们的少奶奶 请赶紧通报一声 是 夫人 傅茶家的敦儿来了 说是要看少奶奶 怎么着 她怎么会来 不知道 还带着不少东西呢 回了吧 就说家里没人 都出去了 是 您看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家少奶奶出去了 快点 快点 这徐家真不找店啊 怎么着 我们是宫里来的 连这点面子都不给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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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 您怎么来了 你这隋家的丫头 不跟着慧如 自己跑出去玩了 您可别这么说 干嘛不进去啊 走 说是慧如出去了 慧如姐 我家大姑来了 我家的少奶奶 有人来看您了 英春别进来 大姑来了 慧如姐 怎么着 还怕见人了 都出去 都出去 大姑娘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夫人夫人 他们进来了 已经到了少奶奶的屋里了 怎么回事 谁放进来的 也不是谁放的 是迎春那个丫头 打后门带他们进来的 他怎么敢 简直是疯了 徐家夫人到底是谁疯了 这谁 我是傅茶家的敦儿 来看我朋友的 怪不得刚才你们不让我进门 慧如到底怎么了 你们这么折磨他 傅茶家的 徐家可没请你进来 也没让你进来 你从仆人的门里进来的 现在就从仆人的门里出去吧 你也不看看我是带着什么人来的 你乐意带什么人就带什么人 你简直放肆了 我带着西主子的义职和赏赐来的 你真是斗胆 还不跪下 还没看明白吗 他带着什么人来的 夫人 他的身后带的是宫里的人 老奴必眼睛看不见 冒犯了尊家 你是瞎 对 瞎子 那我问你 慧如怎么了 你要如此对他 小儿性子暴躁 其实嘛 也就是小两口吵架而已 吵架 吵架能把人打成这样 简直是岂有此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小儿性情暴躁 나중에甭子 小两口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我今天也不多说了 我要带着慧如走 不 scraper 我非带她走 不可 不行 放肆 慧如 慧如 慧如姐 慧如姐去哪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不小心 后门 后门难道不是门吗 有的人处处进进 你们还想不想 徐老太太 你到底把慧如藏哪去了 藏 我一直坐在这儿 我能把人擦到哪儿去啊 那我不知道 反正他不在屋里 你若是不把他交出来 我们也不走 到时候宫里的人回宫禀报 我就说是你不让他接赏赐 好 敦儿 慧如 敦儿 我不会跟你走 你回去吧 慧如 你这是为什么 反正我不跟你走 你赶快回去吧 为什么 你不必再问了 就这么着 你回去 不必说我怎么样 只说我还好就是了 好 娘 您消消气 那 好 好 好 爹 爹 怎么了 还不快给我捡起来 这 笨奴才 快起来 快起来 五爷 您真的是小助哥 算无一策 让您给算对了 那姓徐的徐立身 简直就是火药桶子 一点就着 听说差点打死人 好样的 剩下的就是怎么让四阿哥知道了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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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 你怎么又欠一条狗来 四哥 我不是让你看狗的 我是让你看看这狗的衣服 你看看 这狗身上的皮衣服 你可真无聊 给狗做皮衣服 这不是入丘了吗 四哥 你可不能说这无聊 这可是黄阿玛特意吩咐造班处做的 老刘 老刘 我想读会儿书 你把这狗啊 牵到外边玩去 四哥 我不让你读书 我非让你看这狗不可 这狗还会玩叶呢 老刘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不用等我不开心 出去吧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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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四哥 我不懂那么多的事 我也不懂那么多道理 可是 我就知道一个 人 总有烦恼 但是 你不能让烦恼 真的把你给烦了 你也有烦恼 我烦恼多着呢 老四呢 少不得多靠你关照着 我是担心他呀 又怕 徐家那边闹起来 这不 我让敦儿 特意去放赏去了 正说你呢 你就回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正好王爷也在这儿 我想求主子一个恩典 赶紧把慧如救出来吧 你不是刚去了徐家吗 放傻了没有 怎么就回来了 慧如 慧如简直被打得不成人样 这徐家简直禽兽不如 怎么会这样 那谁知道啊 满头满脸都是伤 徐家不会不给王爷面子 王爷 求您了 我不能管 这事不能传到老四那儿 千万不能跟老四说 还有 更不能让皇上知道 为什么 如果传到老四那儿 那一切都完了 你老四的心性 他不立刻就 是 这事不能让老四知道 敦儿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没见到 只是听你说 要不 要不这样好不好 如果那个徐家 真的这么不堪 那就叫他进宫 让我看看 蓝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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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我啊 不是 你不理我啊 我忙着呢 蓝珠子 我跟你说件事 这事我可就跟你说 你可不能到外边说 你能有什么事啊 甭跟我说 我还有事呢 我得刺口四阿哥去 我知道 你干拆是这点本事 还是跟我学的呢 听说啊 朱师傅的女儿出事了 说是 徐家的少爷有点疯癫 把朱师傅的女儿 打得跟血葫芦似的 你胡说 你这是听谁说的 这 这还用听谁说 恨不得满城都知道了 慢着 他那个陪嫁丫头呢 陪嫁丫头 谁啊 迎春呢 迎春啊 那还能好得了吗 那是 那说不准就让徐家少爷 给欺负了 来 蓝珠子 怎么打个水要这么长时间 爷 今天晚上我要出去一趟 你干嘛去 我有点事 我今天晚上许 许不回来了 万一晚上有人查夜 您帮我遮掩一下 蓝珠子 你神色不对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我说 你看我 姐姐 què啊 可是那敢抹 下生了 太老了 如舂上 是 我不睡 我睡不着 我非去杀了那个淫妇不可 儿啊 觉还是得睡 听话 我刚才叫你 是 是 是 这门要看眼睛来 今天就行 就有人打后门进来了 咱们可得留神点 你说这老太太 虽然是个瞎子 可是整天好像什么都看得见 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这老太太整天在厅上坐着 你说她睡不睡觉啊 我怎么觉得她总也不睡觉啊 你管她睡不睡啊 反正今天啊 咱们是睡不了了 谁啊 大阳 大阳 来了 怎么了 夫人 干净的 有人来了 你还想什么 大晚上你们看不清 我这个瞎子可听得清 赶紧悄悄地把人召集起来 这贼必定在院子里 这大晚上的 快去 是 莹春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慧如姐 是我不懂事 难道自己的家人朋友来看看你倒有错了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话是从哪来的 哪来的 听来的 不知道哪个烂嘴的 说出来的 不可能是别人 你说是谁 我也说不准 不过 必定是想害四阿哥的人 就是把我打死 当今让生活踩扁了 我也不能坑你一生 慧如姐 如果他们 还有什么如果啊 皇上只婚的那一天 我就明白了 我跟四阿哥 没有将来 从前的 只是与无天的云 见到独日头 早晚没了 我要是执着在这件事上 那四阿哥 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要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灵物 那也不能哭你一个人了 我哪里哭 真正哭的 是四阿哥 有他对我的那段好 我就知足了 他才真正哭啊 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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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盈春 是我 是我 别叫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你愿多住后边 我就直接过来了 听说你们出事了 慧如姐呢 蓝珠子 你千万别喊 你这遗憾就把人给招来了 蓝珠子 蓝珠子 你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见一个杀一个 我见两个帅一双 蓝珠子 你干嘛 你别胡闹 你们别拦着我 这福利的人我封不出来好坏 我见一个杀一个 蓝珠子 蓝珠子 你给我 你给我 我 你把我收给划破了 我 我 我 对不起 我 我 对不起 我 夫人 没有发现有贼 我们把这前后的院子都找遍了 没有发现任何人 你们到少奶奶的屋里去看看 娘 您说她那屋来人了 我仿佛听见有人 我闻到了生人的味道 把后边去了 这会是谁 这难道是 难道什么 咱们赶快去 是 蓝珠子 你赶紧走 这家可不比别的家 你不能再给慧如姐惹祸了 什么 颖春 你这么火星的脾气 你也怕事 难道都有什么事 我怕事 我可不能跳着高惹事 不过 咱们不能给四个惹祸 这你不懂 我也不懂 可是 慧如姐懂 我心里也窝囊 就算再窝囊 这事咱们回头再说 此刻再也不能耽搁了 你赶快走 走 我就这么走了 没那么便宜的事 蓝珠子 你还是走吧 不过你记住 就是走 也不能跟四阿哥漏一个字 你要是漏了一个字 四阿哥必定为了我 再给自己惹麻烦 他这个麻烦惹下来 也许就再也当不成四阿哥了 你今天是怎么出来的 你还回得了宫吗 难道宫门口没有落索 慧如姐 你别再说了 我心里已经 您再说 我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啊 你个淫建的东西 你让汉衙到府里来了 你个混蛋东西 你当你是什么人 我多大的官都见过 我们傅察家 也是世代公卿 从龙请关的 朱家也是一品大员 你算什么东西 应充目的 还有一个这么不知道羞耻规矩的贱奴婢 别 别胡来 好 你们既然这么看清徐家 想当年我们徐家也是堂堂一品 既然嫁到了徐家 就是徐家的人 打死你 不过就是一个捉奸必伤人命而已 好 你要这么说 咱们就全无夫妻之情了 子妻 夫妻 夫妻 你跟四阿哥才应该是夫妻 你 你应该去当皇后 你 出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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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我绑起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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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看起来三阿哥是写完了 五阿哥做了一半 三阿哥 我还没想完呢 等我想出来 必定是一篇惊世骇俗的绝妙好词 不嫌也罢 朱师傅 您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 秋星 这题目够无趣的 秋星怎么就无趣了 圣人最讲究中天时 自古行行 都选在秋后勾绝 释取春生秋沙之意 不为天时 那秋天 就更没什么可做的了 三阿哥 您这么快就做完了 是不是 没什么可说的 田师傅 我的题目做完了 好与不好 请师傅评定 何妨说说呢 春生秋沙 这是没错的 春生秋沙 其实我这篇秋星 写的是秋愁 秋 是离散之计 夜离开树 果实离开药苗 算了 我不说了 慢着仨个 你说 我觉得挺好 田师傅 我都写在卷子上了 请您自己看吧 时辰已经到了 就下课吧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下午 下午还有射剑课 请诸位阿哥 去准备更衣吧 谢师傅 嗯 草务 您可有慧如的消息 我没有 当然有 我只说我没有什么新消息 嫁出去的闺女 没事老去问什么 凡 你怎么又问起来啊 朱师傅 我只觉得上次您说会如如何之后 有些言不由衷 四阿嘎 你多心了 我怎么会言不由衷呢 其实这嫁女儿是世上最简单不过的事了 四阿哥将来 你也会遇到儿孙嫁娶的事情 朱师傅 我不希望惠如受苦 惠如怎么会受苦呢 她的性子 根本就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 像她那样冰雪聪明的人 像她那样一个玲珑提透的人 除了她自己心上的人 她会受得了别人 我想不出来 这我倒没想过 皇上指的婚 那还能有错 朱师傅 我懂我自己的位置 可是 如果惠如有什么事 请你一定要让我知道 是 我一定 老五 上次那封信李主捧红生办什么事啊 你真想知道 小贼 你要瞒我 我绝不饶你 三哥 那你夫儿过来 什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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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简直是太不厚道了 老五 咱们是和老四有争有斗 可是 这算什么呀 三哥 你是君子国来的 本不想和你说那么多 你非要问跟你说了吧 可你又做好人 天师傅 您 您 您上哪儿去啊 您听没听见 他说 这碧云天 黄花地 秋天真好啊 至少凉快 清净 我 别叫了三哥 那更是君子国出来的 君子远刨除 你就是扯着耳朵告诉他 他也说听不见 就是这回事 这个 这个 得了哥哥 咱们回去更衣吧 准备射箭了 好 好 好啊 好啊 是啊 四哥这箭射的确实好 咱们满洲也没几个 能射成这样的 是不是啊 绰死甲不师父 是 四哥的箭射得好 没得说 是啊四哥 爷 我来替您拿 我来 不必了 四哥 甭客气了 谁让你的哈哈猪色不在呢 拦珠子去哪儿了 这奴才 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行了 师父 我们该歇了 走 咱们喝茶去 走 下去吧 遮 三哥 你觉没觉得 这两天猪是否有点点啊 是吗 哦 好像是 哎 不应该啊 她不是刚嫁了闺女吗 听说 这闺女嫁的婆家还不错 是个从艺品 是吗 哎 听没听说 那个婆家是个挺厉害的主 好像 从前的那个媳妇 就是上吊死她 哎 行了老五 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 咱们就甭替人家操心了 哎呀 我还是想想我的秋星吧 哎 你说这朱师傅啊 他出什么题不好 哪儿不能行 什么不能行 他偏偏秋星 这 这简直就是 哎 哎 三哥四哥 你们先慢慢喝着 我还有事 哎 老五 有事四哥 有事 想找你聊聊 哦 我后面的国语功课 还没准备呢 四哥 我得回玉庆宫了 哎 哎 四阿哥 万岁爷叫您的请 知道了 爸 儿子 给花阿玛请安 免礼 慎康霸 谢花阿玛 老四啊 朕 只等你下了课再找你 你先看看这个 花阿玛 这 朕让你看你就看 是 这关外采参的事 朕想问问你的主意 关外为祖宗龙兴之地 满洲龙脉所在 从来禁止关内的百姓 开荒采参 然而就是屡禁不止 朕想严办 可是采参的人 都是贫寒的小民 受负于商人 也只是求得一保 若是不加禁止 祖宗的规矩怕被坏了 而且怕有人贪图暴力 涌向官外采参 这件事儿子也听说过 这是两难 老四 你看怎么办 两难的事 必定有两全的办法 不如此 那就治一经损一经 都不好 朕就想到你会这么说 可是难道这事儿也有两全的办法 两全的办法 儿子一时想不出来 可是据儿子想总该有办法的 好 那朕让人拿纸笔来 你抄一份这个奏折回去 想个办法告诉朕 那朕不必抄了 已经记得心里了 好 朕知道你记性好 那朕就等你的消息 老四 你还有事吗 慌阿玛 不是 谁 绝了 这像是 抄抄真 但是 封锐 他们这个奏 但是 你应该来 吗 这是 他是 胖子 赶快 你 说 没有 儿子并不想和他怎么样 只是 儿子听说他的婆家待人刻薄 老四 朕信你 可是朕告诉你 这事你再也不要问了 爷 王爷我给您找来了 老四 什么事 请 蓝珠子昨天出去了 可是到现在还没回来 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蓝珠子出去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他走的时候 脸上好像有分分不平之气 也许我看错了 一晚上没回来 是 而且本来说的是 该不会是 如果是在宫外出了什么事 现在也应该移送过来了 那咱们一块去慎行司看看吧 不必了 我自己去看看就是了 参见王爷 不必了 起来吧 不必了 我过来是问一件事 王爷请问 有没有哈哈珠色的案子被移送过来 王爷 伺候四阿哥的哈哈蓝珠色 在外边出了点事 这是顺天府的公文 这件公文只当作没有 王爷您这是 这件公文只当作没有 我去就是了 这件公文只当作没有 我去就是了 好 怎么样 姐姐 好了 我的嘴也甜过了 没有白寿的孝敬 说吧 有什么事 姐姐 说实话 这事我是怎么着也不想说 就是这敦儿非逼着我说 人心换人心 我也觉得对不起人家 是 我是一个心软的人 可是到了这一步 也没什么心软心硬的了 这事还得是姐姐做主 看来不是什么好事 冬儿 你说吧 皇后 奴婢斗胆 求皇后娘娘一件事 求皇后娘娘把朱师傅的女儿 招到宫里来当供奉 供奉 她能当什么供奉啊 诗文供奉 她写的一首好字 不拘什么体都会 写什么像什么 年纪上皇后娘娘要写个什么 她定能应这个差事 我是不常要这些 我看你 不过 谢谢 谢谢 我 结局都会落寞 谁在乎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明星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我愿化作一滴蓝烛 落在你心中 变成美丽影 不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 思念就像尘埃 随着季节飞舞 夜深风停以后 尘归尘 土归土 若不能朝朝暮暮 又何必明星刻骨 倒不如把这段过程 当作领悟 随着季节飞舞 我是清晨一滴雨雾 也许一生清澈短促 和你相遇是种幸福 为何偏偏偏偏偏偏 为何偏偏偏让我相互 我是清晨一滴雨 我愿化在滴泪中 落在你心中 变成美丽名副 是我的最后归宿 随风飞舞